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来建立行动呼吁的这个FB的行动呼吁按钮 首先呢,我们进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来 各位记者,一定要是粉丝专页 你个人的网页是没有办法做这个行动呼吁的按钮 那首先在这个粉丝专页这里 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建立行动呼吁 那你点选建立行动呼吁的时候 这里面有1,2,3,4,5,6,7,7种选项 好了,7种选项 那我们先来用观赏影片这个选项来试试看 假设呢,我想要把这个按钮放在我的FB粉丝页首页的这个地方 那我想要导流量到我的YouTube频道去 那我就可以在这边打我YouTube YouTube的网址 那手机版呢,YouTube手机版 它的网址呢,这边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直接填M点 然后后面YouTube 然后你这个频道的名称 好,那点选下一步 这边它就会跟你问说你的目标网页 这是在iOS系统上看到,你会看到这个 那这个我们就直接选网站 然后按下一步 那Android这个就是Android手机 然后点建立 好,这样子设定完之后呢 在你的粉丝专页上 你就会看到一个按钮 观赏影片的按钮 那这个按钮点进去呢 就会直接呢 导流量到你的刚才所设定的YouTube那个网址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如果说你把一个影片 我们现在来上传影片 上传影片 我把我想要上传的影片 好,放上来 好,当你在把影片要上传的时候呢 各位会看到在这个下方这里 会有一个新增行动呼吁 好,那我们点开来之后呢 行动呼吁这里 我们点选观看更多 那网址呢 就是你想要让他 看完影片后去到的地方 好,这样子 把你的网址填进来 好,那这个应用呢 你就可以 比如说你的群众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他会出现一个观看更多的选项 好,那你就可以让他到这个网址上面来看更多影片 好,那这样子发布 好,他会把一些 那个网址上面的一些标题啊 连结说明 那你也可以把它去掉 好,单纯让他 就是 只有网址这样子 好,那接着我们按发布以后 他就会开始上传那一个档案 那个影片档 好,我们等待他完成之后 看他的结果 那这个功能的操作呢 目前他只有在电脑上面 才可以操作 在手机上上传影片 是不会出现这一个功能的 好,上传完了以后呢 那FB 会告诉你 他现在影片正在处理完 处理中 那处理好之后会通知你 好,我们按关闭 那现在上传完之后 还看不到影片 那我再重新整理一下 好,那我用这个范例来解释 好,那我用这个范例来解释 上传完之后 大概会长得像这样子 那当你点选 它会播放影片 那播放完之后呢 它会出现这样子的画面 好,那观看更多 然后,底下这个网址呢 就是你刚才 在上传完之后 在上传影片的时候 你设定给它的那一个网 网址名称 那从这边点进去 它就会把它带到 你所要让它去到的那个网站的地方 好,那今天 跟各位介绍这一个 FB的行动呼吁按钮 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拜拜 拜拜